把他講完好了 剛剛有個段落 下個禮拜就是工作部的範疇了 裡面的話就是我剛前面講的 如何自動的幫你把大量的工作表 變成一個一個工作部 然後輸出之後 最後再把他一個一個再把他合併回一個 因為有的時候 你要給各個部門單一個 你不可能全部的東西給他 所以你必須分割 分割以前怎麼辦 頭痛了 一個慢慢存 存到哪個時候 最好按個按鈕全部幫你輸出 等到他可能資料又回來了 你又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按個按鈕全部又匯集了 因為你要給總經理 給副總 給協理 你不可能說我今天給你部分一個一個檔案 他會覺得麻煩 我開一個就好了 我幹嘛開那麼多 所以你又要把他合併回來 那這樣的話當然對 對於每一個人 而且還有排序 你看 你還是 那個也有一些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人 你要給不同的順序 這感覺好像 反正你就可以把它融入進來 或者是說再加一個顏色等等的 反正就把我們東西融入進去 好 比如說你今天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這個 底下還有是 輸出的話現在有開放資料 比如說開放資料習慣類似像CSV 那你也可以怎樣 一個一個把檔案輸出成CSV 因為這個開放資料 我想應該各位打關鍵字開放資料 網路上就很多了 那你要怎麼樣把一些資料開放出去 一般需要的格式像CSV、XML 或者是說你要存成前一代的版本 比如說可能現在應該有蠻多公司 各個版本都有 甚至還用到2003 甚至還用2000的 因為他不想花錢嘛 舊的版本還有存在 那你新的版本怎麼樣轉存比較快 你總不可能一個檔另存新檔 有沒有P4的方法有 然後合併工作表 還有就是說 這邊有個叫Fire Dialog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要合併的時候 如果你指定一個目錄 有的時候如果你寫固定的 感覺好像這樣沒有彈性 那如果現在是那個路徑變動的話 你是不是又要複製貼過來 那是不是有一個方法按下去 它會自動幫你去抓那個目錄的名 就是有點像我們打開那個什麼 打開那個我們的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個叫Dialog 這個Dialog就是讓你去選取某個檔案 或者某個目錄 那這個應該要更簡單 然後怎麼刪除複製 這個是指的是根據檔案的部分 OK 那大概其他大概有類似這些 其他的話 也許還有多餘的時間 我們再來看進階的補充範例裡面的其他 比如像這一題 如果轉成PDF 這個也是同學問的 另外還有開放資料 實際上登錄 或者是說什麼 自動批次載入圖片 這個也跟檔案有點關係 大概是這些 不過應該可能時間 多少就講到哪裡 就算多少 如果沒時間沒關係 你們回去也可以自己再練習過 好 那首先的話 再來我們 一樣就是把那個 剛剛那一題 剛剛就是又把這一題先關了 這個不要儲存 然後 開啟那個 我們剛剛的那個範例 就是 那個 問題07的這個 好 問題07這個 那問題07裡面 假如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希望按按鈕 自動幫我在處理之前 因為可能我會做錯 按按鈕之前 自動幫我先把 這邊有13個工作表 自動複製 個別一個 就複製一個副本 先放在旁邊 等到我全部做完了 我確定不要用他們 我可以按按鈕 全部都把他們刪掉 大概就是批次複製工作表 跟批次刪除工作表 的這樣的需求 好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的 幫我把 我需要的東西複製 這邊的話呢 就是 會需要用到一個觀念 就是 我們在這邊 程式碼裡面 怎麼樣複製工作表 第一個 activeshits.copy 所以是 shits裡面的 copy的方法 然後你要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你線 你到底幾個 比如說 我要複製到最前面 或者最後面 那如果我今天的需要是什麼 幾個 乾脆這樣好了 我們乾脆就是 全部 複製到 這個的後面 全部複製 然後再全部刪除 這裡我們來看 第一個 全部複製的話 因為我要複製到最後面 所以 他的語法一定是 copy 不過copy 是第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 我要copy到最後一個 的 最後一個 的 後面 所以敘述的方法就是 after after一定是在這個的 這個的後面 對不對 然後shits shits.com 所以會 shits.com 指的是跟班 13 對不對 總共13個 13的後面 然後呢 這個i 是從1 到13 shits.com 13 所以他一定是 先幫我複製 第一個 再把第二個 複製到 sh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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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已經又多一個了 所以 那這樣子的話 shits.com 那他就是會一直 一直往 這個 就一直往那個 shits.com 你看面14 嘛 所以他又一直往這邊 增加 所以一直都會丟到 最後一個去 好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執行 有沒有 他一直 把以班 一直到跟班 一直丟最後面去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要 批次的幫我複製的話 那直接這樣子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要複製別的方式的話 這個邏輯就不是這樣寫了 如果說複製完之後 好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希望怎麼樣 可以幫我把 我剛剛 複製的全部再刪除 也許這個部分的話 複製完之後 複製完之後 最好是 再把游標移到第一個 感覺好像會比較貼心一點點 所以再加一個 US1.x 刪除的話 三碗 三碗 三碗還是再加一個US1.x 因為他要切回去 然後複製 annya 有沒有 刪除 好,又切回去 那特別注意 刪除的話 一定是for i 我的習慣是 從後面 刪到前面 如果是刪除的話 這個前面好像講過 倒過來刪 所以一定是從shits.com 最后面一個 那如果說你已經產生了 那應該就是26 所以從第26個 到第1個 step-1 再來的話 底下怎麼刪呢 其實兩種做法 一個是去抓什麼 它的後面刮圖 有沒有 它的什麼工作表名稱 如果是有2的話 那怎麼做呢 就是write 從右邊算過來 它的名稱的三個字 如果是2的話 好,那我就把它刪掉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是 乾脆你就從shits.com 一直到第幾個呢 第14個 有沒有 最後面嘛 26 一直刪 刪到第14個 留下原來的 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哪一種比較保險呢 感覺好像用那個副本的方式來刪會比較保險一些些 不過有可能就是說你的副本假如不是2 假如是3 假如是4的話 那你如果要刪掉全部副本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乾脆 只要是名稱裡面最右邊是刮圖的 應該就是副本的啦 應該很少有人名稱裡面有後刮圖 在最後面的 除非它是副本 那你可以把這個層次改一下 改成最右邊一個字 有沒有 write 名稱 的最右邊一個字 如果是刮圖的話 幫我刪掉 這樣跑應該也沒問題啦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只要是刮圖 就不管說它跑幾次 比如說有可能副本一次 再副本兩次 一直跑 有沒有 那你要刪的話呢 按下去 全部都刪光光了 有沒有 管它幾個副本嘛 反正 刮圖 在最右邊 就刪掉 好 那這應該可以理解 那外面呢 因為 它 如果你沒有加application disapplication learn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一直跳那個什麼 應該 前面有講過嘛 就會跳 是否刪除 是否刪除 那如果要刪十三個 你就是否刪除十三次 每次要按 那很煩 所以記得怎麼樣 把disapplication 給關掉 最後再打開 這樣就不會一直提示了 就直接刪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游標再移回來 所以你先 按執行 一直跑 有沒有 然後刪 就全部刪光光 所以這一段 這部分的話是 全部複製 跟刪除 全部刪除 就是批次刪除 跟批次複製 那這個部分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這個程式嘛 我也把它 我想自己再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其實都有 就是 前面我有一些那個 複製的一些動作 最後是刪除 刪除的話是刪除工作表 副本 那你可以 如果說你要刪得 那個副本 是不一定是二的話 就把它改成 厚瓜壺 最右邊是後關 我就一個字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可以再自己改一下 這樣的話就不用擔心說 他如果執行很多次複製 那你就沒辦法刪掉二以外的 OK 那其他 那你可以刪掉 就是最後算回來幾個啦 不過有的時候可能會算不準 要不然就是移動到總數 剩下13個 這樣也可以啦 那這個邏輯我想自己再去推敲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好了 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就是會有那個分割工作簿 然後跟合併工作簿 就是裡面很多工作表 可以把它合併跟分割 那還有其他的相關的轉檔 跟一些檔案的一些處理 我們留在下個禮拜最後是上課